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插其欧洲三大港口,令人日益怀疑中国的海外港口商业并购是否暗藏军事目的,导致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风险。 中国在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大战略后,大举加码全球投资,特别是海运基础设施、中原海运港口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等中国业者陆续收购股权或签约兴建海外海港码头。 中原集团2008年开始在希腊比利夫斯港经营货柜港,当时希腊政府濒临破产,此后北京变成为欧洲港口业务的要角。 如今中国已在欧洲三大港站稳脚跟,持有荷兰鲁特丹罗尔罗麦克斯货柜码头35%股权,收购比利时安特韦普港1950号码头20%股权,将在德国汉堡港兴建新码头, 陆资大局涌进有助于提振部分港口,譬如2016年在陆资带动下,去年比利夫斯港的货柜吞吐量跃升至欧洲第七,睡前获利更易口气暴增92%,然而,陆资出海并非一帆风顺。 目前中国正在以色列兴建两座港口,学界力促以国政府评估在不损害国安的情况下,中国能多大程度参与国内经济。 一国前海军参谋长沙乌勒表示,中国领导人寻求利用经济,外交及军事影响力,建立区域优势,扩大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企图与他国发展强劲经济关系,促使他国利益与中国保持一致,遏制对北京的批评声望。 荷兰智库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范德波登则指出,欧盟越来越担忧中国可能利用在欧洲港口的投资活动,对个别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北京快速进入欧洲港口领域,以引发强烈反弹,这是欧洲各国政府日益怀疑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中国插其欧洲三大港令人坐立难安。 图美联社,分享。